我去过中国两次,在中国坐火车给我的印象很有意思。 从上海到上海国际机场,我们坐了一辆非常现代化的火车。 我想坐那个火车,因为以前看了一个关于世界上的最现代化的火车的电视。 我们得去,我们得上驱逐汽车去火车站。 在驱逐汽车上设计告诉我们,那个火车特别贵。 你们不如坐驱逐汽车去机场,因为驱逐汽车比那个火车便宜。 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外国人,可是没有很多中国人。 这个火车跑得非常快,就像坐飞机一样。 这个火车和我在中国坐过的其他火车非常不一样。